很多人稱唐振偉是數位專家或數位達人 他其實是還有很多方面很厲害 一個當然就是青年的參與社會的創新 跟開放的政府 開放政府當然有很多方面 大家可能都只聽到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我想唐振偉在內閣裡面 就是積極在推動這件事情 那唐振偉他過去資歷非常的豐富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他在不同的網路公司 數位公司 甚至還有一些教育委員的單位擔任 不管是顧問或者是負責人 基本上就是把每一個單位的事務 都照顧得非常的好 那大家也看到他在政府裡面 努力推動的方向 我們今天如果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掃QR Code 這個其實我是負責中央大寫的 我防疫的 當初這個唐振偉主持的 弄這個192的這個條碼掃描 真的是幫了大家一個很大的忙 要不然大家進到很多地方 可能都還要用筆記簽名 做這個實名制的這個到場的這個簽名 是不是非常的麻煩 現在就非常的簡單對不對 大家進到學校的Seven 或者是Family 這個基本上就非常的方便 少一下就可以進去了 我想這個幫了各行各業 真的在防疫期間非常大的忙 那你就可以看到數位創新 其實有很多部分 對我們的生活其實起了很大的這一個幫助的作用 那今天時間非常的寶貴 我們就不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 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龐鳳曾偉來表 非常感謝的表 大聲感謝的表 謝謝 謝謝 這個禮拜終於能夠脫下口罩 真的是很高興的 在此之前我都會監量是用線上 因為線上反而不用再口罩 那現在就可以回到實體了 那就像學長剛才說的 我講的內容完全是由大家所決定 所以如果還沒有掃QR Code的朋友 可以掃一下QR Code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可以手動的加入這個網站 也就是slido.com 然後輸入011 右邊 好 現在快點了 對 那01112也就是今天的日期 那都會到同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它是匿名的 也就是 是數 那我們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所以至少有兩個麥克風 待會會不會有三位呢 OK 那對 那所以在大家 就是這個數位的平台的特色 就是剛剛講數十位數百位 大家都可以不需要打斷我的情況下 他都可以隨時提出自己的想法跟問題 那也不需要具名喔 我們可以看到 有白尤凱把自己叫學生的 已經把自己叫做中央德威特冷滋滋的這些朋友們 那反正大家都在上滑手機 也沒有人知道到底是誰問的喔 所以就是任何的問題都可以直接提出來 第二個特色就是說可以按讚 那最多的按讚的問題 它會自動浮到這個螢幕的右上角 那所以如果 我們在接下來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裡面 大家完全都沒有問題 沒問的話 那我們就提早下課 不過從來沒有提早下課過 現在已經十六個問題了 通常回答一個就會冒出兩個來 那然後在過程裡面 如果想要及時的回應的話 那我們看到 大家桌上都有麥克風嘛 所以隨時舉手 或甚至不舉手 就可以直接打斷我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回應 因為我了解有些朋友 可能用文字敘述 並不是最方便或最擅長的 或者覺得說 我回答了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還想要聽另外一個部分等等 那這個都非常鼓勵追問 追問 現場追問的優先順序 是包括上面的投票的票數的這樣 那我們中間不休息嘛 對不對 好 那就是這樣 所以時間跟空間結構都確定了 那我們是不是就直接開始 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相信問您對於政治人物造神 事實上被造神 如新聞過度吹廣了 政治人物 以及所謂的政治娛樂化 也就是政治人物變成好像藝人一樣了 要會唱歌又會跳舞 又什麼樣子的個人見解呢 我自己覺得造神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我其實看不出造神有任何好處 那但是大家為什麼會有這種造神的想法 或者是一種傾向 當然很多人會推給說 這個媒體啊 推破助欄啊 什麼之類啊 追求點閱率啊 追求形象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確實也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大家在講任何事情的時候 會像意識的把它簡化成某個人的功勞 我覺得這個不是媒體的問題 任何人腦裡大概都有這樣子的bias 我舉例 好比像說簡訊實驗室就不是我發明的 可是我到哪裡被介紹的時候 講的都好像我發明的一樣 這個就 我想不是老師刻意要造神 是說在記的時候 然後兩個字就比較好記 但是實際上 當然就像我在簡訊實驗室的記者會上面講的 這個主意是在一個叫Ginning 無業臨時政府的一個聊天室一個頻道 那裡面有這個 一萬人以上的朋友 當時同時都在想 怎麼樣解決這個進場掃碼 或者點資料很麻煩的這個問題 那裡面就是 有兩位澄清網友 Ace Chen跟Bichu Chen 那他們提出了用簡訊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簡訊實驗室裡面的每一個部分 那都是好比像五大電信商 好比要說QR Code的制發 好比像說機管家一開始 當我們做專用的掃碼器 那之後在大家的壓抑之下 Line加朋友那邊也不得不加上去 所以很感謝Line公司 那台灣社交距離那邊 也做了一個專用掃碼 區區掃別的都不起反應 趨勢特技也寫了一個專用掃碼器 那對於這個1922的這個簡 只有我們在地的五家公司 電信公司可以解憶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從國外賣郵回來的門號的話 其實1922的這個簡訊 是傳不到任何地方的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那台北市資訊局也研發了台北通 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等等 好那我剛剛講到這樣一場轉 大概就已經有十幾個actor了 那因為記起來很麻煩 所以到最後又記成唐鋒做的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對 那我的工作其實在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是什麼 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諸知 那我其實只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說把到底需要做什麼的 這一個共同價值去年四分之三的人 一定都要買得到口罩戴得上口罩 今年我們要把疫條 從24小時做得到24分鐘以內 或者是疫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至少達到第一劑 現在已經達到了等等 就是說我的工作兩個 一方面就是透明的部分 就是確保說這些事情 這些科學研究出來的 我們要達到的共同價值 只是用一種很容易理解的方式 讓大家都知道 但第二個也很重要的 參與的部分 就是當已經有更好的想法出現的時候 他不能只困在他自己 跟他的親朋好友的 這個密切接觸者的那一群 好的想法是值得快速傳播的 那我的工作就是讓他的傳播率 就是基本傳播率 平均一傳十十傳百的時候 R等於十嘛 那所以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可能就稍微再把他 用一些空間的這個增幅 那讓他的R值可以從十一下 就提升到二十三十等等 那一下子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這個真的是很好用 那每個人都可以自己 用一個QR Code 立刻大家進場就可以刷等等 那我就會去看說 目前這個傳播在哪些地方 還沒有傳播到 我們要用什麼樣子的方法 讓簡訊實驗值 在這些地方也傳播得到呢等等 那去增加一個訊息的 好的創新的基本傳染數 我們講基本傳播數 不然哪裡怪怪 這個基本傳播數 那這個就是我的第二個 就是在參與方面的主要的貢獻 那所以雖然說 這兩個工作 就透明跟參與的這個工作 都是社會創新的開放政府的基本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確實就是你把一個訊息 民音化 就是外面包上一個 讓人一看之後 就忍不住想要傳的就是方法 那事實上也可以增加他的基本傳播數 大家都有看過各種網路民音嗎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把我自己的 包含這次的演講 在內所有的著作財產權 跟所有的肖像權 全部都拋棄掉 所以你就是拿我講的一句話 然後說是你講的 我絕對不會來告你 那你拿我本來是在別的地方的一段訪問 然後跑去MIX一個饒舌的音樂 在日本這裡有一個叫做 這個Dos Monos的一個樂團 就把我的一場訪問 MIX成了一個叫Civil Rap Song 變成了一個Dip Hop的一個音樂 欸他也沒有問過我欸 那但是因為他知道說 我不會告他 所以我的一些想法 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真的在日本的傳播數 現在變得非常高 可能比在台灣還高 所以已經就是進入一種變種的概念 那但是因為不告了任何人 所以也才讓我們可以看到 每個部會的朋友們 當他們自己有自己要宣傳的東西的時候 他也可以承載在這個上面 我舉例好比像說 之前課委會為了要宣傳他們的 就是客家化的一些推廣的一些活動 那所以他就把我的整個照片去合成 然後就加上他們客家的一個民謠 然後說什麼唐鳳過台灣 沒半點錢 什麼什麼老婆跟田 什麼之類的 大家可能還記得 所以後來老婆跟田 就變成了一個民謠 那這個民謠 他實際上要推廣的 是關於這個客家文化 客商圈 然後很多的這種就是文史工作的 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他不搭上這個民謠的話 其實大家連點進去 額外的想要去看他的這個工作 可能一開始都比較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謠話 它本身並沒有善惡 而是說你把這個基本傳播素增加之後 你裡面放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裡面放的東西 如果是真的值得去了解 你點進去看真的有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裡面變成一個很空虛的 就是點進去之後 什麼都沒有 叫純粹只是民謠本身的話 那當然就比較不值得 我們投入公共資源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這些就是肖像權什麼都是公開的 所以當然各部會的朋友 或者民間的朋友 要remix我的這個任何相片的時候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就是百分之百 都做到我剛剛講的這個條件 這個標準 因為我對它沒有控制權嘛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大概就是 會不斷的透過像今天這樣子的演講的方式 盡量多了以及一些素材 然後這些素材 那之後希望大家remix的時候 是可以回到這個脈絡裡面 但是如果沒有回到脈絡裡面 說真的我也沒有辦法拿你怎麼樣 所以個人簡介就是 我是一個素材 那我每次的演講或者互動 都是加到素材庫裡面 那我盡量把它導向 就是你點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更多資料 更多具體討論脈絡這個部分 但是我沒有辦法就是規範二窗三窗的這些朋友 一定都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去規範 希望會到這個問題 剛剛第一個問題會講比較久 因為給大家有按讚的這個時間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娛樂產業要長期是以歐美為主流是這樣嗎 OK沒有問題我先念完 請問您如果看待近年來 南韓娛樂產業成功打進歐美市場 舉例來說精神上流啦 猶豫遊戲啦 BTS啦 BLADPINK啊等等 那台灣又應該要怎麼樣 極其之追喔 大家知道我是自學 我國中二雷季都載學了 那我為什麼載學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對於就是在同一個跑道上面競爭 我完全沒有興趣 就是我看到極其之追四個字 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轉身 然後跑自己的跑道 我就贏在起跑點上 按照電影 因為沒有別人跑這個方向 所以所謂的拉開戰略 那個意思 對那就是說 我如果看到人家已經跑那個方向了 那表示我如果進入他的跑道 我就已經晚了 我已經晚了 當然不可能追上 因為在文化領域裡面 這是一個矛定效應 大家想到真男就是想到台灣 想到受死就是想到日本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人家已經矛定了一個地方 你進去然後極其之追 其實算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反過來想說 我們有哪些跑道是誰 我們自己開創出來的 那人家是不容易去複製的 那舉例來講 像之前我有跟一個叫做小島大哥 他真的做南道語系音樂 原住民族音樂的這個策展員 那從他的角度來看 因為台灣在整個南道語系 或是原住民族等等的這些音樂 或者其他的就是非有型資產等等的這個 包含口述歷史等等的傳承上面 那不管我們對加拿大 或我們對西蘭的ANSTAT或等等 這個都已經有非常豐富的這個脈絡 那當然這個韓國如果說 他一定要極其之追 這個題目 這個就沒有那麼容易 那其他的不管是我們關於 性別平權 LGBT AIQ PLUS 等等的這些 題目的注重的關注 或者是我們最近關於民主創新 像網路那些議員來這邊學的這些 或者是我們最近才得了那個總統文化獎 今年創意獎 就是去把我們的霹靂舞的文化 推到奧運的舞台上面 那這個全部加在一起 我覺得也算是娛樂吧 他不是說完全不是娛樂 只是不是大家傳統上面 就是看這個螢幕上面 二維的整個影劇的這個部分的這個format 所以大家如果是最近有注意到TCCF 就是文策員他們辦的這個討論的話 那他們在意的其實比較都是 你可以在新興的融合性的交錯的這些媒材裡面 運用我們自己在數位技術上面的一些優勢 可以很容易去轉換這個媒材到更高互動性 我以前都是叫共享實境 但是最近好像被翻成Metaverse而元宇宙了 不管你叫共享實境還是元宇宙怎麼樣 那大概都是挑一些我們一開始起步的時候 別人還比較沒有在做這些東西的媒材 而不是集氣直追喔 那我覺得是我比較會往這個方向去想 我不是很擅長集氣直追 所以集氣直追的問題可能問我的話 不太容易得到答案 那有十六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是遭受腦破攻擊的朋友 那他說 在你之前的演講 有提到你的工作型態 是作為work with government 跟政府一起工作 而不是work for government 不是為了政府而工作 那請問這種工作型態 有沒有可能因為政黨輪替 或者是理念不同而被終止 我想政黨輪替倒不至於耶 因為我們剛剛強調的就是說民主的深化 包含社會創新開放政府等等的部分 國際的鏈結包含最近的歐盟 或之前就是在我們準備加入 OGP最近民主峰會等等的這個脈絡 那這個我想國內至少立法院四個主要政黨 應該沒有任何人反對才對 那他們事實上也都簽署了就是開放國際行動方案 那我們看對和政黨彼此競爭的時候 大概真的只有這兩個題目 就是民主神話國際連結 他們不會去否定這個題目 但他們會說人家做的都不怎麼樣 然後他們做的特別好 他們比另外幾個政黨 比另外三個要好 那事實上我有一個做做媒體的朋友 在2020年大選前 雙方動員到最高點的時候 去訪問就是兩邊的這個鋼鐵 韓粉跟鋰粉 然後去問說這個 他們對自己的陣營最 proud 就是最覺得最棒的是什麼 以及覺得對方做的最懶的是什麼等等 那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 我剛剛講的這兩件事情 就是在促進民主民主的深化 然後跟國際觀國際的連結上面 兩邊都覺得他們的候選人做的非常好 而對面的做的非常差 那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是這也是一個隱憂啦 這個是兩極化的隱憂 但是至少在這兩件事情 是有價值的這件事情上面 是沒有人反對的 所以我自己也是2014年年底 就在我現在的這個辦公室 當時是參與連政委辦公室 那我是擔任所謂建行顧問 的這樣子一個專案顧問的工作 那所以當時還是比較part time 比較intern這種感覺 那我到2016年才建行生轉正 就變成佛台 那但是其實在過程裡面 不管是在社會創新啊 在香港政府上面的工作 跟事務官的合作等等 那完全都是連續的 所以我剛剛講到這個work with government 我是從毛治國院長 然後張先生院長 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後面有林群院長 賴清的院長 現在是他院長等等 那他們都了解我的這個工作方式 所以我是可以蠻有自信的說 至少這樣子一個工作的方向 不一定我本身這個工作的方向 目前在台灣應該沒有哪一個主要的政黨 是反對這件事情 因此這個工作應該不會因為政黨 人體的關係 這個工作的內容受到什麼 這個不好的影響 那當然這裡面也有一個 就是好像我在當時 兒女留名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那個人事資料表嘛 或是那個黨籍那邊填舞嘛 那旁邊行李也填舞嘛 那但是大家就是 比較會覺得說 那難道就是你沒有想要 這個跑去選個什麼六都的什麼市長嗎 或者是這類的 上次縣市長選舉就有人來問我了 那我就說 事實上這個也不是我講的 是我阿嬤快90歲 88歲了 她住淡水 所以是淡水阿嬤跟我講的說 淡水阿嬤表示 淡水阿嬤表示 但是阿嬤表示說 你現在這個理念 剛剛講到這些理念 所有的黨派都支持 但就算你打著這些理念 想要去選個什麼縣市長的話 那因為總不可能四個黨派共同推舉你 就沒有這種事情了 所以一定你是有其他的競選人 那其他競選人 無論如何他的那個黨派 大概就不會再把你的這個理念 當成是全然的要支持的東西 會像剛剛講到的 可能會有些彼此否定的情況 那長期看起來 反而跟推行這些理念 是有漢格的 所以我阿嬤就 但是阿嬤叫我就不要出來選 上次是這樣 這次也是這樣 所以我想 現在大家已經滿確定了 就是我的工作 比較是公譜的公譜 就是我去幫助我們的職業的公務人員 知道說怎麼樣子去把 剛剛講到的開放政府社會創新 這兩件事情做好 但是絕對不是說 打著哪一個黨派的旗號 去做這件事情 現在我想 就是那些要圈金的朋友們在世了 大概20次 轉世代的時候 現在已經就是滿理解我的基本立場 那我也覺得滿好的 就等於讓我的就是政治空間變得比較大 那有17位朋友 這個問一個問題 這個提問的人叫做唐鳳本人 這個父姓唐鳳的滿少見 那這位本人朋友 他是說 請問自學對您幫助最大的是什麼 以及什麼樣子的學生適合自學 我覺得自學對我幫助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會覺得只有跟我同一個年齡的 或者是跟我在同一個地理場域的 或者是在某個所謂學門的朋友 才是我的朋友 那我會覺得只要我 就是有好奇心的那個方向 那其他人對同樣的事情有好奇心 或者是有同樣的價值 那他不管是人在哪裡 什麼年紀 是所謂什麼學門的 那都是我的朋友 那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是因為我自己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當時因為做科展的關係 也因為就是剛剛認識網際網路群 就諮詢網的關係 當時我就對一個題目非常的著迷 就是說為什麼在網際網路上面的某些空間 好像有slido的這種空間 大家很容易就彼此就是靠著互相按讚 或者是有共同的關鍵字 共同的主題標籤 一下子就好像最好的朋友這樣子 就是什麼想法都很願意去分享 那但是在網路上的某些空間 別的空間裡面 因為它的空間 某些經營的關係 變得很anti-social 就本來很好的朋友 進入這個空間之後 很容易一言不合 彼此封鎖 吵起來什麼之類的 那在現實世界都沒有那麼快 所以所謂的 swift trust and distrust 那就是我當時很感興趣的一個題目 但是當時1995 1996年的時候 並沒有任何單一的學員們 在處理這件事情 也沒有一個定論 那網路社會學者們的學員們 在當時也才剛剛形成而已 所以我不但在國中的教科書裡面 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大家專用書裡面也沒有這個答案 所以我要解決這個 我自己的好奇心的問題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網路上面看 好像說archive arxiv這種網站 那這種網站就是最新的 正在研究這個的朋友 他自己做了怎麼樣子的實際的實驗 他就會寫一個我們叫preprint 就是還沒有期刊要發表 或者期刊還不確定要不要發表 的草稿就直接po上去 所以就有點像PTT 但是就是po的不是廢文 是論文 那總之就是即時的討論的一個留言板 那在這個留言板上我就發現說 欸這個不管他是單大牌的教授 那這個甚至我的校長都說 那你出國之後可以跟著他 就是研究的這些老師 因為隔著網路我寫個email過去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他也不知道說 我其實因為程度很浪 我查了很久的字典才寫出這個email 他就把我當成另外一個研究者 欸真的就swish trust 就很願意跟我分享他最新的一些研究的想法 所以我就回去告訴我的校長說 欸這個好像課本上面的東西落後 我在網路上最新的看到這些研究者 至少有10年了 所以我就不想要一天只有下課的那8個小時才能去研究 我希望整天16個小時都要去研究 那當然他可以幫我一個忙 因為醫務教育嘛 不得不去他的學校嘛 那他可以就是幫我就是逃學喔這樣 那所以 所以我跟校長都會跟校長 我當時腦裡已經中了一整科的探判術 就是他一定會反對 那我就要舉這個 然後他一定會這樣講 然後就要舉那個等等 那但是事實上他完全沒有 他看了我跟這些教授的email之後 大概想了兩分鐘 然後就說 好啦那你明天就不用來學校啦 那後來就說 那教育局那邊怎麼辦 他就說啊教育局我幫你處理喔 那所以總之就是我從那個時候就是 國中二年級嘛 我中二的心靈裡面 就有這樣子一種想法 就說原來就是職業的公交人員 其實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我外面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想法就一直就是 根深蒂固在我心裡 所以我現在跟公部門合作 大概也都是想說 其實只要把就是實際的狀況改變的情況 讓他們知道 那就像我校長 當時其實也只是希望我做研究 就不要一個人孤單的做研究 一個研究社群可以幫我忙嘛 但是當我證明給他說 真的已經是一個國際研究社群的時候 那他就反而會過來幫我去說服我爸 或者是其他的家人 所以我覺得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說 我不會因為校長看起來寶寶在上 或者是他年紀比我大很多或怎麼樣 我就不敢去說那我看起來情況是這樣 那校長可能有一些本來的想法 那他腦裡的快取其實可以稍微清一下 有一個新的狀況等等 那所以就可以是完全沒有這種學問或時代 或什麼樣子的差別 所以後面這個問題是說 那怎麼樣子的學生適合自選 其實大家只要對任何東西有好奇心 或者是有一個覺得說 那我可以怎麼樣子去幫助到 不管是這個時代下的時代 不管是社會還是環境 就是有一個想要貢獻的一個價值吧 那其實從那邊就是自學的開始 因為就好像你自己看到一個方向嘛 那就往那邊去跑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跑道 就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那所以你就不會是在跟旁邊的人 是好像跑第一名第二名 剛剛講集氣直追 或被集氣直追這樣的情況 而是說大家都好像組隊打怪一樣 就是你往那個方向 別人從不同起跑點也正在往那個方向 那在這裡面我覺得 當時在Archive上面 就是那個網站上面 對我影響很深的就是說 我不會特別去看它是哪一個討論版的 就是哪一個學門的 因為在上面是按照學門去做劃分 但我就發現說 我如果要了解到Swift Trust這個原理 那不管是心理學 社會學 哲學 文學 所有的這些東西 大概都需要了解 但是不是需要全部了解 而是好像天上有很多星座 但是那個星座裡面 離我想要去的那個方向 最近的那一覽客星 去瞭解就可以了 那別的都隨便 那所以上上的做法 後來我就發現說 原來在科學哲學裡面 這個菲爾阿伯德 也有這樣子的講法 所謂的Anything goes 就是反對方法的文書裡面 當時他所主張的這個想法 那所以這個就好像說 誒 星星是真的 就是這些insight 這些知識是真的 但是它連起來的星座 那個完全是虛幻的 就是隨便誰都可以去連一個不同的星座 所以這個情況下 只要你有自己的方向 旁邊的那一些 都變成你自己的一個星座的時候 那等於就是你自己拆散了學們之後 自己去構建你自己的這一套知識系統 那最需要的其實就是 你可以很明白的說 你正在對什麼題目好奇 或者是說你想對某一個部分 有一些具體的貢獻 你的價值是什麼 這個purpose是什麼 所以只要有這樣子的purpose 我覺得就很適合資訊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下新聞 以語言為專長的學生 有像說法文奇 除了做翻譯做教學等等的工作之外 有沒有什麼新的產業也適合這些學生 那還有想請問說 語言設計師的工作內容跟細節是什麼 我自己的經驗 我是語言設計師沒有錯 所以先回答後面這個 我們在設計電腦語言的時候 大概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看說同樣的這個概念 它的常用的程度 你怎麼樣把它編碼成 越常用就可以用越短的方式 去把它表現出來 而這個短呢 它的意思並不只是寫起來很短 而是說你在工作記憶 因為每個人同時 大概處理七個不同的概念 怎麼樣子去挑正確的概念的組合 好像樂道積木一樣 當你在處理一個很複雜的系統的時候 你不需要用到全部七個 而是說你可以用三四個概念 就組合在一起 舉例來說 像這個對我做簡報就很好用 就是我在去年那時候 受邀去國際上面去分享 我們的防疫的 就是全民參與防疫的做法 那個時候不管是衛福部啊 或者是其他的部會啊 都給我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但是事實上當時我只有六分鐘的時間 可以講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像我做程序員設計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說 那我怎麼樣子去用一些比較抽象 但是把它重疊起來的時候 一下就可以解釋事情的這些概念 所以我通常發現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是大部分設計工作都是睡著的時候發生的 我就把這些資料都看完 然後就去睡覺 那睡大概八個小時喔 大概醒來就會有一些想法 那不過因為那一次真的是很複雜 所以我就加班了 我就睡到九個小時 那睡到九個小時之後 就加班完之後就醒來 然後就浮現說 對我可以用Fast Fair Fund 就是快速公平有趣 來去形容全部的這些事情 那然後每個又可以再展開一次 Fund就可以展開成Humor over Rumor 就是用幽默的方式來反制謠言等等 那當然你說這些工作 他事實上是壓縮率非常高 因為他用了這個Alliteration 用了Rhyming 用了一些就是文字 或者是特別是在Hip-Hop這個老神 常用的一些技巧 那讓大家可以很容易把這些概念組 不是需要三個工作記憶的欄位 而是只需要一個欄位 就可以把它一次記得 那之後的聯想呢就非常容易 而且我在做檢報的時候 即使完全不了解台灣時期狀況的朋友 也可以到最後他就是 就算是新的FastFair Humor over Rumor 他也可以在腦裡自動再展開回 我就是檢報裡面全部的這些 諮詢的脈絡等等 所以語言設計師的工作 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挑這些 這些root 這些詞跟這些 你要從哪些詞來去展開 全部的意義 而不是說把就是相同的東西 用好幾種不同的方式 而彼此可能它nuances 又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去讓每個人的認知成本增加 而是說這些nuance 應該是每個人在用的時候 盡可能讓那個用的人 有盡可能多的表現的機會 而不是說大家都要迎合 一開始的那個設計師的表現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這場語言設計的時候 其實非常在意這個二創或者三創 因為我們創造出了這個語言 他未來一定會被很多的就是 韓式庫就是城市庫就是 實際自己在寫這些語言的人 他自己又會再創造出一些新的詞彙來 那我們怎麼樣不要擋到 我們的後代的這些使用者 因為這些使用者 又會再創造出這個語言更多的變化 去讓再後面的使用者使用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最重要的就是good enough 就是夠好就好 有的時候夠好就留白 然後就停在那邊 因為我們如果做得很完美 那只是對我們當下的這個語言 在使用的時候太完美 但是其實因為太完美了 所以它會破壞掉後面的人 這個二次創作的這個機會 所以就是開放式的創新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盡可能往未來去留白 那我剛剛講到大家腦裡 可以放七個這個工作記憶 加減二 那所以我們通常就是主要的概念 或主要的抽象層 可能就用到其中不要超過一半 可能兩三個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每個在用這個語言的人 它又可以自己去創發的部分 所以這是工作的具體的內容 那麼如果語言是就是發文系的朋友 那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迪特斯特教授很久以前 就有一個名言 就是說你的程式寫得多好 完全取決於你的文學造詣多好 因為這兩個基本上是同樣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對於多個語言都有興趣 那你也把它掌握到很好的程度 那我們就非常歡迎你來做程式設計 因為你在程式設計裡面 其實就是要在各種不同的世界觀中間去做調和 而且絕大部分程式現在都是寫給人看的 因為比較是屬於機器語言的那一層寫給機器看的 現在基本上都是電腦自動幫你產生的 已經很少人需要直接去寫到這些底層的 比較是指令式的這種操作 我們現在在寫的都比較是把人的需求去轉譯成其他人可以看得懂 而且不會會錯意的這些概念 那這些概念就跟翻譯的這個工作也是非常非常像的 而且也跟翻譯一樣現在有非常多就是機器學習的工具 可以去把裡面無聊的部分就是插字典那些部分 全部都自動化掉 那我們大部分要處理的其實是要在對方的 就是別的程式設計師的心中就是造出怎麼樣子的一個 我們叫conceptual integrity就是在腦裡面有一個概念的完整性 那這個又跟寫非常長編的這個文章 但是裡面每一段都要押韻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你對翻譯對外語對怎麼樣子有興趣的話 我是盡可能的想要挖腳鳥就是來了解一下程式語言的美麗 然後這個學跟你工作比較相關的一些程式語言 包含在Excel裡面的那個公式的那個語言 就是等於號開頭那個語言 那也是一種函數式程式語言 並不是說一定要學哪一種特定的語言本身 而是說去了解到說程式語言跟自然語言其實是非常像的東西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272可能問說請問您對於台灣賣賞雙語國家的政策的看法如何 是不是有必要 而且不管是還是不是有必要 那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如果要就是認真回答的話 我們剩下時間就用完了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seminar的題目 但是我想我就很簡短說了 如果要追問的話可以很歡迎按鈕追問 或者是在slido上面再追問 對我來講雙語它比較是不是特定的兩種語言 而是是不是習慣在 好比像說我們看電影 很多時候聽是聽一種語言 但是字母是另外一種語言 那或者是我們在像我在用slido的時候 常常就是 就是因為我在腦裡面是用英語來思考 但是我在講出來的時候 我在腦裡就要經過一次的轉譯 那但是裡面的很多的 引用的這些sourced material等等 那當然又是英文的 所以我就要很確定說 那你現在問的這個字 我如果在腦裡要引用一個 或我開一個什麼網頁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語言還在mandarin的時候 但是我的就是文字的部分 又可以切換到別的語言去 那我們看到很多 好像在新加坡等等 那它的所謂的雙語環境 有的時候也就是真的不一定是英文、華語 或者是英語、中文 那也可以是 就是它的自己的native language 是怎麼樣的口說語 然後再配上就是共同的那一層英文的caption 那我們現在的大部分的機器翻譯 現在的語言模型其實都已經是超語足的 就是說你如果像GPD-3 這種東西你訓練了一個 就是了解某一個大的這個語言資料庫裡面 它的內在邏輯的這樣子一個繼續學習的模型 那很多時候你可以用一種transfer的方法 然後去把它好像機器翻譯 就是在歐盟的各種語言裡面 彼此互相交叉翻譯 這邊訓練好的這件事情 在別的語言對 也是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對我來講 雙語其實就是你最慣用的任何一種語言 可能你的母語等等 然後跟你現在想要去接觸的另外一個文化 另外一個社群 那它是一套方法是告訴你說 那你可以怎麼樣子在保留你本來這個文化的情況下 但是用一個跨文化的方式去運用各式各樣子的 剛剛講到的文字跟語言 就是互相轉譯等等的這種技術 然後去很容易的 然後也完全沒有覺得說 好像要花非常非常多力氣很輕鬆的 那就能夠去融入另外一個第二個社群去 那語言在這個中間它就是一個instrument 就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當然這個跟就是傳統上面 我們是把某種語言當作考試科目等等 一樣是不同的想法 因為傳統上外國語考試科目等等 大家是對於那個就是包含品字文法等等要求是很高的 那大家不管是在就是閱讀上面或者是聽禮的上面 或者是翻譯的時候要很講求這個文法正確性上面等等 當然是有所堅持我覺得這是很棒 但是我覺得這個跟我剛剛講的這種 second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是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英文是好像14歲才開始學 英語是20幾歲才開始學 但是在那個之前我就就是也有去德國住過 剛好也是住在德法邊境 所以就是稍微揮一點點字字片 然後就跟人開始下沉亂聊 這個本來就是在一個就是多語言環境的人的一個本能 所以我當時在學英文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網路上面的聊天室 當時叫IRC 上面這個我在玩一個叫魔法風雲會的遊戲 現在還在 對這個歷史悠久的一個遊戲 那那個遊戲當時也都還沒有翻成中文 所以絕大部分的紙牌其實都還是英文的 那我為了要學那些詞 因為就是魔法風雲會是一個極幻式紙牌遊戲 它要不斷的印一些新的詞出來才能夠說服你掏錢去買 所以它那個詞都不會重用 就是同樣一個概念 好比像說counterspell 那它可能就發明很多個字 什麼annulation, abeyance, dissipate 什麼之類的 有很多很多感覺是居然一等級的這些字 在形容同一件事情 那但是當時因為要玩這個牌嘛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管它是生字還是男字還是什麼 它只是讓我跟國際上面打魔法風雲會的社群 能夠講同一種語言的一個工具而已 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學得非常快 而且在RSE上面根本沒有人講整句話的 標題也都亂用 那所以這個就跟我就是小的時候 10歲11歲去的發辯經 就是會寄個字就開始跟人隨便 玩聊天是一樣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就是在一個非常非常informal 的語境 去開始學習用英文跟人下扯 那然後到20幾歲 那我腦裡已經沒有acoustic model 我大概腔調什麼 就沒有一個英文的腔調 因為我都沒有在講英語嘛 所以後來我去國際上研討會等等 基本上就是上一個人跟我講什麼口音 我就用他的口音回去跟他講 因為我腦裡並沒有一個native的英語 應該要怎麼樣子發音的這樣子一個口音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這樣子你在雙語的環境 有一次成功的經驗之後 同樣的這些做法 你就可以再把它防到第三種語言 第四種語言 第五種語言 而且你每次多學一種語言 你學下一種語言的速度就又更快一點 因為它中間一定有很多互相重疊的這些地方 有很多公用的字跟公用的語法 源源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總是要先從雙語開始吧 慢慢才能夠到達多語言的這個情況 所以你說有沒有必要呢 我是覺得至少讓大家不會覺得這是一件讓人很頭痛的事情 不要破壞到大家學新的語言的胃口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你說是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掌握到native的程度 能完全看你的社群啊 就是像我們寫城市的你如果不會英文的話 基本上很難去做出什麼貢獻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就是官方語 那大部分的城市語言的關鍵字也都是英文的 這個是跑不掉的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至少當我在看到一種新的需要我去掌握一種語言 才能夠接觸到社群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說 那這個我是覺得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而是說我就開個Dualingual啊 或者就開一些什麼DBL Translator啊等等 我就覺得說 好啦至少我就可以瞎拍到某個程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 什麼at ease 就是比較放鬆的感覺 我覺得才是雙語國家 或者說我們現在叫雙語環境嘛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如何提升大學生公投投票率有什麼看法 因為車票等等經濟的因素 許多學生都不會願意特別回家一趟 那麼可能會使得我們青年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未來 想知道可不可能利用網路投票 或者是有沒有可能能夠為離開戶籍讀書的學生服務的呢 這個應該在下一次的公投應該就會有移轉投票了 那移轉投票就是每個人自選戶籍的那個概念嘛 所以如果你的戶籍跟你的居住地跟你的工作地都在完全不同的縣市 那在之前就會 就是在下一次公投之前應該就會有一個諮詢系統 或者你可以填一個填表 告訴中選會說 那為了下一次的那個公投 那你的領票會在某一個縣市 而不是你的戶籍地去領票 那這個為什麼採用這套系統 當然是因為其實現在的選務人員 就是用這樣子的系統在運作 所以至少他們內部的邏輯是一致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現在大家在疫苗預約平台上面 也已經很習慣說我本來戶籍地在哪裡 但是我打疫苗要在另外一個地方 的這樣一種選單的做法 那所以至少在就是社會常規的接受度以及中選會 它內部人員的掌握度上面 一轉投票都是相當可行的 那那套系統當然這一次來不及就是測試上線 但應該下一次公投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實際上已經解決了的一個問題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那有二四位朋友 有複裔這位憤怒的行人 憤怒的行人認為說 這個為什麼台灣的路面這麼不平 那明明很常看到政府的施工還有在修馬路 那行人跟腳踏車都沒有路權 七樓都是機車 老人坐輪椅 還能夠還只能夠跟七機車搶馬路 台灣的交通亂搶了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當然如果我們都用網路去開馬路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在網路上面這個沒有車道的這個差別 然後網路如果這個每個人不管是坐輪還是做什麼 那他只要有這個正確的輔助科技 其實都可以進入一個相當平淡的一個情況 所以當然其實這個也不完全沒有就是起到作用 我們看世界其他的國家就是疫情比我們嚴峻的 which is everyone else 對 就是大家現在疫情比我們嚴峻的這個情況下 那他們現在確實是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運輸的這些工具 他們現在即使疫情稍微緩和了 那它的使用率也沒有辦法回到疫情前的這個狀況 當然一部分可能是因為他們就還是就是有一些戒心 但是更可能的是因為很多的活動包含我們現在這樣子演講的活動 那他們因為比我們的時間長嘛 他們參照數位轉型一年半的這個事件 所以其實就有點回不去了 就是大家甚至是想到要回到同一個課堂裡面 還會有一種焦慮的這種感覺 有一種身心症 如果這個研究最近我才在講這件事情 好 那台灣沒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只有在這個暑假前稍微就是被數位轉型了兩個月左右 那但是它的時間沒有特別長 而且即使在那個時候 路面上面也並不是說禁止跨線式通行 我們完全沒有封城嘛 所以我們就比較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才比較會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還是要解決一些交通問題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大概就是說 如果我們對於比較大規模的這種移動 那它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 都用快便的方式去解決的話 那我們就一舉解決兩個大的問題 一個是剛剛這邊提到交通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多青年朋友 擔心跟關心的就是房價的問題嘛 就是你要嘛是就是離你想要的工作比較近 但是房價就很高 或者是房價也有其實並不高的地方 但是離你想要的工作就比較遠 那但是如果網路取代馬路的話 每個人只有時區的差別 而不再有區位的差別 那時區是就是稍微調整一下睡眠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地的這些工作環境 才可能因為外界的pressure 就是大家之後所謂的救援 因為國外都已經可以遠端工作了 所以大家可以找的 實際要工作的這些組織團隊 這些公司等等 也不一定必須要在台灣 所謂正在發展這些的這些聚落去找 你人還是可以在台灣 那但是實際上你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 那只有這樣子才能夠回來pressure 我們這邊的部主 那也必須要去照顧到就是太性工作等等 網路工作等等這些做法 就是有外而內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當然很重要的問題 也很值得繼續爭取 但是如果要徹底的福利休息的解決的話 那就是我們一方面 繼續維持快遍作為人權 那二方面繼續去影響這個全世界 這種不特別在哪裡工作 才算工作的這種潮流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想念學生的這個問題 這位朋友我們問說 請問您認為中國有實現民主化的可能嗎 目前看起來它的威權韌性的情形 還是十分穩固 這裡講的應該是未來嘛對不對 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有沒有可能實現民主化 我覺得他們很有可能的就是繼續會越來越主張 他們在做的也是民主 這個在最近兩年已經有很強烈這種趨勢了 就是他們會拿同一個詞 然後給就是跟我們相反的定義 那這個是就是我們在國際外交上面 就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像在我們這邊 如果我們說一個人在社會上很有信用 那意思就是說他講話會做得到 或者是他如果發起一個什麼 儲蓄付出社信用合作社 他可以就是去talking就是在地的這些朋友 但是絕對不是說他在神政府那邊的 某一個積分比較高 但是人家在那邊就是社會信用完全變成 完全相反的意思 或者是說我之前常常跟國外朋友講的 就是我們這邊說我們的這個資訊很透明 然後我們的意思是說國家的資訊 對人民來講很透明 但是如果在他們那邊講很透明 意思是說人民的資訊對國家來講很透明 但是字是同一個字 對 所以就是說我會覺得就是 就是怎麼講 就是剛剛講奇奇直追 那我在腦裡想的就是有點 就是現在有點背道而馳 就是雙方都跑得很快 但是那個方向剛好完全相反 雖然用的字是一樣 所以嚴格來講 跑到也可以說是同一個 只是往相反的方向跑 那這樣的情況下就是 跑得越快那就距離越遠 那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正面回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們現在在國際的長語上面 正在想要重新定義民主這個字 然後想要去把我們在這邊也常常說的 民主不是只是投票而已 民主也包含日常的參與 提案權 我們這邊叫審議士 他們那邊叫做商談士等等的這些 民主等等 所以真的用的字都完全一樣 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不是說 我們這樣子參與之後 我們就不去投票了 事實上 我們這樣參與之後 更多人去投票 那但是他們現在的想法說 沒有你只要有這些 什麼網路上訪啊 什麼就好了 這些就已經很民主了 那因此他就不需要 真的有就是多當政治 真的需要投票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 他衛權人性的情形 當然是十分穩固 但是我們需要更小心的 就是對於民主這個字的 就像之前的 社會形容或者透明等等的這些字 被repurpose的這個情況 不過這個我想我們自己 現在心靈的抗體都已經滿高了 就是不會因為這個中央政法 我隨便貼了什麼東西 我就懷疑自己的價值 但是就像最近歐盟的議員來 或之前美國的一些朋友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說 那他們也可能需要像我們這樣子 就是有這樣一種抗體出現 不要因為人家都是用同樣的字 就以為他們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有二十六位朋友們想要 問巴拉巴拉這位朋友的問題 父親巴拉也是滿少見 那請問您認為 Meta原宇宙是不是一種潛在的相信 並且是一種可能 而且可以前景投入發展研究的方向 或者它只是一種短暫潮流 就是一種潮詞而已呢 當然對我來講 其實虛勢整合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已經處理很久了 那事實上我2016年在上任的那一年 我們就已經做了很多 就是所謂共享實境的工作 那當時舉例來講 我還在法國的時候 我就跟在台灣的一些公事 找著小學生跟中學生吧 就是在VR裡面會談 那我就是把自己講到 跟他們身高一樣高的這個情況 用他們的角度去看世界 那他們就不用像在現實世界一樣 想要仰望我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共享實境 等於是我走入他們的實境 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那在當時我也有在網路上面教課 教學reality 的課 那當時應該是高雄吧 美術學院 那還有就是其他很多地方的朋友 都有集資廣語說 那我們要拿這個技術怎麼做 那他們就有去幫 有一些長輩 就是真的年紀很大的長輩 首先先像我自己當時示範的那樣 先把自己三位建模 那建模之後 那他們就到網路裡面 就是用逆鈴的科技 就是把他們直接掃描之後 回到他們年輕的時候 差不多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他們的Evatar 那他們進入之後 不是只是好像自己在那邊 去重溫自己以前的結果 什麼 而是可以擔任導覽的這個角色 大家都可以走入他們的記憶當中 那這個當然不是只是說 好像預防老化 增進社會參與等等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Living History 就是一個實際上面 大家都可以踏入某個時期的歷史 的這種做法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共享史經 是他腦裡的 過去的某一段的史經 那現在我們透過糊弄的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說share reality 是不是一個 可能可以前進投入 發展研究的方向 當然是 我已經研究了很多年了 那但是現在就是這個詞 叫做metaverse 我對metaverse這個詞 沒有什麼負面的想法 因為我也是看Snowcrash長大 就是本來的那個 出現這個詞的那個小說 會學我覺得是真的描寫得很好 但是我現在比較 就是concern的 就是說提出這個詞的到底是誰 那我們都知道 提出這個詞的是 meta的這個領導者 這個祖克伯 但是大家都很擔心說 那就變成這個祖克伯宇宙 就是簡稱 不要簡稱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擔心說 像現在你有Facebook帳號 跟沒有Facebook帳號 那好像就變成二元宇宙 就是是Wallgarden裡面 跟Wallgarden外面 變成兩套完全不同的世界 就像是我自己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用微軟A1瀏覽器的跟 不是用微軟A1瀏覽器的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看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網際網路 那像這樣子 就是把人二元分成就是 這個是我們國度裡面的 跟沒有我們賬號的 這種空間安排的設定權 確實是讓大家比較擔心的 那當然國外也很多人在說 就是Zuckerberg現在會 喊出Meta的這個概念 一部分也是因為 他本來那個二維的 臉書的那個Wallgarden 目前的就是 負面的聲量相當高 在國際上面相當的 就是比較不受信任 因為大家就突然發現說 這個真的大家讓讀的太多了 在以前我寫給你一篇文章 用Email傳 或者是放到我們Mail list 讀書會的這個郵件論壇裡面 那我送出去之後 那是直接到大家的售監牆裡面 而且就算是 Mail server down 我自己手上還有一份 那但是現在就 你接到臉書上面 臉書當機 這個大家什麼都沒有 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有一種 好像 他有什麼專賣權 的情況 所以在國際上面 就是現在當然大家都在想說 怎麼樣子去解決這個 不公平競爭專賣權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他當然就喊出說 我們現在不叫FBO 我們叫Meta 那一定程度上面也是一個Diversion 所以我的具體的建議大概就是 我們還是要多元宇宙了 不能只是有帳號跟沒有帳號的 二元宇宙而已 而是每一個人 就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我想要把自己的身高 變成的小學生營養高的時候 我應該可以自己做這樣子的安排 那任何人想要把 好比像說現在有很多位置上面 沒有做同學 而如果我們如果想要把直播的其他的人 也都就是大家戴個眼鏡 就好像陰陽眼這樣子 所有空的位置都冒出人來 那我們應該要可以自己做這樣子的安排 我們不需要去就是 收到任何特定的 就是平台的Long In 就是不是說 我們去配合人家的邏輯 而是應該有非常多的去做這種 共享現實的 好像賺快樂高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每個人 就按照我們實際需要的方式 去把它拼起來 就可以進入我們所定義的 而且想要跟別人分享的那種共享現實 那樣子我覺得才是跟WireWeb一樣 或現在說Web 3.0 就這個方向是可能 而且可以前進投入發展的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 而是就是被就是 權力更加集中化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是沒有辦法長正的 好 那有30個朋友們問說這個 有一個叫做Hook的YouTuber 那他之前有當面就是問我說 可不可以幫我洗頭 那我當時有答應他 那所以這位可能就說 這個Hook可以幫唐鳳洗頭 我也想要 那這位朋友說 請問可不可以幫你洗頭呢 那其實就是那個梗已經有人用過了 所以其實已經 已經這個招式用了 所以已經 已經不要急起直追了 因為你如果再激起直追了 那個就是 就是大家還是只會想到Hook而已 不會想到你 所以如果你就是想要就是去 製播什麼別的梗的話 你可能應該要想新的梗 洗頭這個梗已經被用掉了 這個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激起直追 真的 OK好 那有30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哈囉我問說 那台灣現在以科技業發展會導向嗎 那麼文科生應該要如何 會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脫穎而出 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那蘇花手大不會就加入 不妨你多學一些科技 那 當然這不是完全開玩笑 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畢竟是講社會創新嘛 那我常常講的就是說 其實人文科學社會科學 它也是一種science 那我們說社會技術 social technology 包含民主制度本身 它也是一種技術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一想到科技 全部都去想到自然科學 跟工業產業引用的技術 可那個只是科技裡面的某個部分而已 那事實上還有很多很寬廣的部分 那像光是怎麼樣子設計出 像slido這樣子 就是大家很難打臉都只能打輸 的這樣子一種空間 我其實好像滿針對臉書的原因不明 那可能因為大家問題就是往這個方向問 那所以就是要怎麼樣子整理出 就是人跟人之間一些互動的方式 然後怎麼樣子去營造出 像我們叫做prosocial新社會 這種空間 運用這樣子的空間 怎麼樣子去讓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是建立在共同價值上面 而不是老一時的情緒 或者是假訊息危害等等這些事情上面 這些都是有非常多應用的技術 那以前有數位科技以前就有這些技術 包含說這個非暴力溝通 NVC的技術 開放空間科技 OST的技術 Dynamic Facilitation 就是動態引導討論的技術 ORIT焦點討論的技術等等 這些技術都是social technology 就跟民主投票等等的制度一樣 那越多人投入 它就可以越適合當下的需求 所以我常常是說 數位其實是輔助的一個角色 輔助這些社會創新的朋友 可以更快的就像剛剛講 要把觀光價值傳播出去 而且把新的想法能夠收納進來 但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這個還是人文科學 還是社會技術的工作 所以我會蠻建議說 如果就是對於我們在怎麼樣子參與 這樣子的科技專案上面 對自己的定位就是覺得比較 就是不穩定的話 那確實是可以就是多用 我剛剛講到這種 social technology social innovation 的這個角色來定義自己 因為任何新的想法 它絕對不是在實驗室裡面 發生之後整個社會都來使用的 十三堆中間有非常多 就是社會組織啊 工作的這些空間 那你才可以把你覺得很好的一個想法 一下子就變成說大家都覺得很好 而且還願意在上面繼續進行進行進行創新 所以我們是蠻建議去加入我們的這個公民科技的行列 所以我們好像說 G0B這個局 重一點G0B點TW 臨時政府 那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社群 那一開始確實是寫程式的人比較多 但現在寫程式的人已經不到三成了 那其他絕大部分都是做剛剛講到的文科 就是人文啊或者是一些傳播啊設計啊等等這些朋友 那絕大部分G0B的貢獻 其實到最後也不一定只是在城市上面寫了幾個城市 而是去營造出這樣子一種討論的環境 讓大家即時的集體的需求 從需要看到口罩存量的需求到 就是需要掃視電視的需求等等 那能夠黏矩出來 那這個就是 facilitation 就是引導工作 如果沒有人文素養的話 或者是沒有就是比較像社會學的訓練 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問題的意識 應該要怎麼frame的話 或者是媒體新聞學的訓練 去知道說各方不同意見 你要怎麼frame 然後怎麼樣 確保大家可以探求就是同樣的真實等等的情況的話 那大概沒有這些技術了 剛剛講的這些社會上的需求 就不太可能在短短的兩天裡面凝聚 然後就做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大家最後看到當然是一些誠實的那一塊 但是前面這個部分在虛靈幣裡面 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在做的 所以滿鼓勵大家加入像這樣子的公民科技的這種社群 好的 那有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coco說可不可以表演一下控制腦波 是我已經表演快一個小時了 應該都有稍微感受到才對 所以這個有一個遭受腦波攻擊的朋友 跟28位他的好夥伴就問說 請問您為何能夠在演講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能夠表達如此清晰而且有條不問的給予達佛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不會在腦裡打斷自己 我也不會在腦裡分析像別的事情 所以我整個人質的頻寬 就是腦力同時跑的那七個縣程 全部都是放在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跟就是感受大家的反應上面 那為什麼我可以做到這樣子呢 當然第一個我有睡夠 這是真的 但是除了有睡夠之外 睡夠我做不到 除了有睡夠之外 那也是日常的巡靈 我可能知道用的是番茄中公做法 那意思就是說 30分鐘裡面 只有最後的五六分鐘是休息的 那前面都是專注的 而前面專注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因為現在在演講 所以才就是沒有挑出任何這個 新的訊息啊通知啊 或者是提示印啊什麼 我平常就沒有 那我是非常習慣這種完全沒有打擾的情況 事實上我今天來這邊 連手機都沒有帶 所以我是建你們的無線網路 那這個在現在社會是真的不容易的 大家很容易就會被手機稍微想一下 稍微震動一下 那你腦裡本來放了七個東西 那但是你因為被打斷 所以你可能要分兩三個去處理 剛剛被打斷的這件事情 當然打斷的不一定是什麼大事 這個兩三個就 概念就可以解決掉 可是解決掉之後 你就被那個綁住了啊 所以那這個時候 你再回來的時候 因為認識頻寬就剩五個slot 那你如果再被打斷一次 就剩兩個slot 那這個時候大概什麼大事都做不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說 真正有什麼注意力缺失的症狀 但是它表現出這個症狀 就是因為認識的頻寬 全部都被這個打斷用完了 所以我的做法也很簡單 就是所有我的同事都知道說 不可能在短於半個小時的時間裡面找得到我 那任何它傳來的訊息 也沒有什麼之類 我只有到可能二十四五分 五十四五分的時候才看 那但是呢 當然我也會回 並不是不回 可是這個時候呢 它也有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整理自己的思緒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已經比較接近一份完整的email的這個情況 而不是說 就是一直看到對方正在輸入中 然後就是越來越多你的認識頻快被它搶走 而且搶不回來這個情況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會讓自己 無目的地被打斷 那我如果二十幾分鐘的工作時間裡面 我十八分鐘 我就已經做完了這個工作的話 我剩下的這個時間 可能還有六七分鐘的時間 我絕對不會自己把自己打斷 而是我回去看說 我剛剛還有哪些想得不夠清楚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的 或者說真的就是 讓自己跟那個工作的成品 稍微相處一下 也不一定要改什麼東西 那這個情況下才有一個節奏 因為不然的話 如果我的同事或者什麼路上朋友知道說 我可以提早被打斷的話 那所有人都要提早打斷 所以我是非常有機率 就是真的到最後 那四五分鐘的時候才會去看說 好那最近半小時發生了怎麼樣子的事情 那當養成這樣就是習慣之後 自然就可以非常在工作的時候 專注在當下 然後腦裡完全不會放什麼別的東西 那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所謂心流啊 這個flow的情況 那所謂清晰啊 有條不問啊等等 那就是剛好而已喔 所以並不是就是多麼厲害 而是就是有捨才有得 就是讓大家沒有辦法 那麼瞬間的即時的打斷我 找到我那去換來說 我在工作那二十幾分鐘裡面 是可以稍微比較專注的喔 好的 那有這個二十位朋友們 附和有一位習近平習主席喔 這個主席喔 對 對 這個提案喔 首先這個主席是非常民主的喔 他拜託大家拖他一票 很成功啊 說服了二十五個人 然後這位朋友問說 這個這個 認為這個兩岸會不會統一喔 那當然你要看哪兩岸嘛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 朋友講的應該是台灣還是下兩岸 那台灣下兩岸 大家都知道我的標準回答吧 就是新時期時代這個水一上升 就已經分開了喔 那你說這個會不會統一的話 好像上次我看是兩億年左右喔 那應該是就是水平面下降 然後陸地會這個重新移動 那但是這也是其中一拍說法而已 好像也有一些說法是說 要四到五億年左右喔 那應該是就是水平面下降 那所以不是很確定啦 Anyway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是 在新時期的時代 大概一萬年前左右 那個時候水平上升 那本來所 有統一的這個大陸 就變成了大陸棚喔 那所以如果是問我兩岸的關係的話 我一向都是用地質學的方法回答到 希望有回答到習主席的問題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是一位如木春風得人喔 他說這個好 這個這位如木同學 如木老師問說 成為一個公眾人物的過程喔 有沒有覺得失去過什麼喔 我覺得這兩年我感覺蠻深的 就是我失去了那個 可以就是隨便追劇熬夜 然後這個作息這個非常不正常 然後什麼時候睡就睡就睡 什麼時候醒就醒的那種 就是對自己的時間結果安排的自由度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我現在剛醒來 大概通常都是 不管是北美或者南美 因為我如果再晚一點 他們都去睡了的市區 那就會去進入他們的那個市區 然後隨著就是一天的時間過去 就是到這個印太地區嘛 然後到傍晚太陽快下山的時候 那我大概都是在跟歐洲或者非洲的朋友 然後進入他們線上的這個討論裡面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也發現說 就是所謂這個時區旅行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就是時間結構的掌握 像我剛剛講到半小時半小時等等 那不只是這樣子 我還要留足夠的時間 我在那五分鐘裡面 我就必須要切換到一個不同的文化環境 因為他們正在關注的事情不一樣 就算都是談疫情 都是談假學習 或還有防治 都是談氣候變遷等等 共同的全世界都關注的題目 但是他們在的那個地方完全不一樣 我們不能夠把它套到上一個的那個軌道上面 它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軌道上面 所以這種時間切換 然後跟就是必須要照相點多就行 然後7點之後就不能夠再追劇再發手機了 要就是準備隔天的工作 然後大概最晚最晚10點就一定要去睡了 等等的這個情況 這個是我最不習慣的 我以前是就是freelancer 然後這個一天不是24小時 大概都是25小時起跳 通常這個都有到30小時的 就是每天會晚幾個小時睡的那種狀況 那當然在現在是不可能 所以我想失去的就是這種 就是時間結構的任意度啦自由度 那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真的是接觸非常多新的不同的朋友 那我們以前在外交場域一直都很困難嘛 就是要進入一個共同的會議廳 還要掩護照 然後不一定進得去等等 這種狀況 對那當然當時 以前有派個機器人嘛 有人說是有些利益 但是到最後聯合國大會 都是每個人16比9啊 自己開了 所以最近這兩年 這個情況又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在以前會擔心說 那直接跟台灣接觸會不會發現 會不會翻出 會不會怎麼樣的這些朋友 歐美的朋友等等 那他們現在都發現 欸沒有啊 視訊真的很方便 因為當我同層級的資深的官員 年紀頭上比較大 那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對於視訊是覺得很糟糕的 就是畫質也很糟 還不如打電話 那但是最近這兩年 他們才遭到數位轉型 就是非去重新習慣 觀察你的這個視訊不可 那他們就發現說 欸其實現在很容易設定 他自己就可以設定 在家就可以設定 因此我也看到 非常多人家裡的狀況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他們以後就是 在疫情之後想到台灣 就不會是覺得說 我一定要曾曾經過前河 什麼之類的 他隨時想到我就 敲微笑 我們就開始開一個 多人的這個視訊會議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對於就是 我們實際在台灣的情況了解 當然是變得很深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心裡不再有一個阻礙 覺得說好像我每個動作 都必須這個不顧北京反對 不顧剛剛那一位 這個習主席反對 但是說他隨時想要 跟台灣討論什麼 跟台灣學什麼 那其實我們任何地方 寬病都是就是很OK的 他要接觸台灣任何一個城市 任何一個鄉鎮 他隨時就是只要 失去許可 他就隨時可以接觸得到 所以就是這兩個 這個團體看來就是 雖然睡眠上面沒有那麼自由了 那但是至少有睡夠 那能夠換到就是各種不同的 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覺得真的能夠平等待我們 我是覺得還算是值得了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 呼應這一位 這位泱泱先知的這位朋友 這位泱泱朋友說 現今台灣因為廣市的大學 使得大學生的平均素質下降 不少人被迫繼續進修研究所 委員認為台灣的大學 是不是應該採行精英教育模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問我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不要念大學 但是大家都是大學生了 我這樣子建議 這個已經就是回之以外 但是這個是有一個想法 我不是完全亂講 就是說當時我們在做 就是森林國家興課綱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 反過來是把不是說大學的這些工作 跑去研究所才能differentiate 而是說大學的這些安排 好比像是校定畢修、校定選修 加深加廣等等 全部都移到高中端去 所以當然也是因為少子女化的關係 所以高中多了很多教師 我們才能夠弄這一套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我們是希望說當18歲的時候 高中念完的時候 就已經是有至少兩年 或者甚至三年的事件 是在類似大學的選修的 就對自己的質疑探索等等 都充分的情況下 那就完成我們教育的時候 那也就是可以做得出社會了 當時我們做的訓練部 叫科剛是這樣想的 那教育部也做了一些配套 有什麼存折的方案 說不定還有人知道 甚至還使用過 但是如果知道那個方案就是說 廣東畢業之後出社會 要跟僱主一起存學費 然後你回到大學的時候 你是真的需要這個 研究資源才來 而且學帶這個教育部 跟你的僱主已經幫你出了 等等這套看起來就很完美的 這個計畫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基本上在那個計畫前兩年 它是沒有什麼執行律科研的 就是非常多人有興趣 那也報名 但是到最後實際用到的人 就是一個零頭而已 那去問為什麼那些人就是中立 他們就說因為家長反對 那家長為什麼反對 因為旁邊的小孩都去念大學了 同一個年齡的 那只有我們家的不念大學 是絕對不可以的 好那家長反對 你為什麼不能跟他抗爭呢 那這個大家就問到真正的理由了 就是他也沒有成年嘛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加上簽字 那所以其實是他就算想要 就是救出社會 也是沒有用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 當時的青年諮詢委員 大概都分析了這個問題 所以就提了福利抽薪的方案嘛 就是18歲成年 那18歲成年 大家知道再過兩年 就會成為現實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18歲的小孩的父母 就只能像國外的電影裡面 那樣子好言相勸 要不要去念個大學 就不能叫你去念個大學 因為你成年啊 你簽字自己說了算 那但是在我們真正 把這些親自委員的 當時的這個配套 就是18歲成年的 這整個社會氣氛 帶動起來以前 那確實我們也了解說 一下子就說這個高中年晚第一 要念大學是絕對不切實際的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相對議價能力 比起家長來講真的是非常的低 但是其實大家現在已經在大學裡面 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我並不是說大學是一件壞事 我在講的比較是說 應該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到 帶著一個問題意識 帶著一個purpose 就是到底想要做什麼 那當你有這個purpose的時候 就像我當時中二中初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多久 我就回到大學校園 我只是不要那個學位而已 但是我還是想要那個學問啊 所以我碰到的這些教授 很多是研究所的教授 因為我有一個很明確的research agenda 就是我到底要研究什麼事情 所以從他的角度來看 那我就是跟他一個一起研究的夥伴 那他不管在做什麼研究 要寫什麼論文 我對他可能也有一些幫助 所以這個時候他願意給我的時間 是非常generous 就是他跟任何一個postdoc相處 願意的那麼多的時間 而不是說好像我還不確定 我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他只好先說這些基本的東西 你先去了解 那所以我會覺得 想念ENBA的很多也是這樣 就是他在外面自己的工作上面 他碰到一些困難 但是對於在學校研究的老師來講 他也能需要這些事務界第一手的經驗 他才能夠去驗證他的理論 或者是去設計他下一波的實驗等等 所以這雙方各自有對方要的東西 這個時候一家的那個地位就是平等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那你就可以帶著這個agenda 或這個purpose過來 然後也用到更多大學裡面的資源 那當然現在我也了解教育部有很多類似的 就是鼓勵大家一面念大學一面創業的 YouStart 那或者是一面念大學 然後一面就對在地的社會環境 做出具體貢獻的USR等等 在高校生分裡面已經有很多這樣子 就是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全部出生會 但是還是在大學裡面有一個social impact 那我覺得越多的使用這些資源吧 那我覺得就是對這邊不一定是所謂精英教育模式 但是至少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有一個明確的學習的方向 而不是只是特定的project 或者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 那些很多都是外面assign給你的 那個purpose是自己就是裡面出現的 那當然到某個程度就是你的purpose 需要各種跨大學系統 跨科系等等的支援的時候 那我也了解說現在在高教上面 也開始提供這樣子的彈性 所以總的來講 我是覺得是往比較好的方向發展 但在這裡面就是18歲成年 然後不一定要離科年大學 是真的有需要帶著research的問題再回來 我覺得這個會幫助比較大 那你現在硬要說這個要裁判精英教育模式 就是因為高教自主嘛 所以其實很難說變成教育部 強迫各個大學去改變他的教育模式 這個現在是幾乎是行不同的狀況了 那有19位朋友們問這個student的這個問題 他說數位舞碑券跟加碼券雖然同屬陣型方案 但是加碼券登記方式跟推廣 以及公眾的首席度不如舞碑券 長耳聞中遭情的反應 不知道該怎麼樣登記 不知道加碼券的存在等等的問題 那想請問委員 第一個該政策的宣傳方向 適應哪些族群為標的 而且第二個額外支出的金額 是不是真的有達到振興該產業 以及提升總產值的這個預估的成效 非常專業的問題 當然這個要看你跟什麼比 去年的話 我去年跟今年一樣都沒有抽中 可見你看很公平 去年跟今年的狀況比起來 我想至少我們今年在綁定說的五倍券 或是領執本券等等的 那個touch point的那個場合 那不管是小白單或者是 就是QR code等等 大概都有說你要去哪裡登記加碼券 那在去年就是比較冷門的加碼券的話 幾乎是完全沒有人知道的 大家知道可能就是比較熱門的那一些 那一些啊 異房券啊 動資券等等 那所以在去年就是各部會的行銷預算 它是沒有綜合效果的 就是每個Promo自己的 那比較沒有人知道的就沒有人知道 那今年就算是全新的 還有異房創生券等等 也因此非常傳告 事實上很多人願意來使用 所以就是一百一百來看 我覺得比去年三倍券的時候的加碼券 要善用我們的行銷資源很多 那但是這位朋友講的也是真的 就是確實還是有些朋友 因為他是數位的券 那很多人是用執本的方式的券 所以他就算有看到QR code 也不一定去掃 他知道可以登記加碼 也不一定那麼容易的方式登記 所以我們確實有在檢討說 那加碼的部分 除了異房券的執本的那一個segment之外 是不是以後別的 要嘛可以學證異房券執本 但是下一次要抽籤的時候 應該要公用號碼 現在不公用號碼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混淆 那如果是公用號碼 但是就是紙本跟 就是非紙本認責的話 那我覺得至少就是 對於有20%的朋友 他在手機上是不會安裝 任何新的APP的 的這些朋友 對那20%的朋友 是真的比較友善 這個是事實 那我們也有檢討 也許明天就可以做得更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目前支出的金額 是不是真的任性該產業 這個我們的統計數字 還沒有真的出來 因為它畢竟 從加碼券開始使用到現在 其實有些才剛剛開始使用 有些根本還沒有開始使用 有些開始使用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我現在手上 並沒有加碼券實際的 對經濟產生的效果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過這個當然 包含立法源預算中心 包含審計波等等 這些都會檢討 所以我們應該在等個 兩三個月 應該有一些初步的數字出來 那這個因為現在 暫時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可能就等 可以回答的時候 再來問 好 那有十九位朋友問說 像請問您有沒有想要開發 一個像是大陸的支付寶 一樣的這個電子支付 我們當然在當時是有想過 那所謂的台灣配 可是台灣配並不是真正意義上面的 怎麼講 就是統一在同樣的一個邏輯的 一人餘政對不對 它還是多元餘政 台灣配當時的想法 其實就是金融卡的那個想法 FISC的那個想法 那如果提款卡的話 可能知道說提款卡它後面 會有一個好像它繞一圈的箭頭 的那個標誌 那那個標誌就表示說 它可以跨航的提款 那它有金融的這個功能 它不是一個一般的 你只能在那一家銀行的提款機 才能夠提前出來的那種提款卡 好 我看大家都一片茫然 顯然大家就是 剛開始開戶的時候 其實跨航轉賬跟提款已經是一個 基本功能 但以前不是這樣子 以前是最早最早不是這樣 是有這樣子像財經公司 這樣子的標準制定者出來 然後才變成說幾乎每個提款機 都可以有任何一個參加這個金融卡的 行庫的卡 那才有這個代號可以去轉賬 所以端配的想法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先去把所有的 就是第三方支付 電子支付的這一些業者 都給它一個三碼的銀行代號 那這步已經完成了 所以現在的電製業者 每一個都有三碼的代號 那從這個開始 這個跨航轉賬這個概念 才能夠放到這些業者去 那在這次的加碼圈裡面 所有的主掃模式 包含一方圈等等 主掃就是用你的手機 去掃它的店家的QR碼 這個模式 那我們也在這一次 把它全部都用一致的QR碼 所以就算一家店 它同時是多個加碼圈的店家 但是它會共享一個TWQR 就是類似 就是跨航轉賬的金融卡的標準 那種QR碼的標準 那這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不只是加碼圈的 這些三碼器可以去使用 那以後這個店家 即使加碼圈這個政策完成了 他也不需要把這個QR碼拆下來 所有支援這個 就是跨航QR碼的這個三碼器 那也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持續去做這樣的支付 那就比較不會說 好像你每一家電製業者 都有自己的QR碼標準 那你是個店家 就要貼五六個 這個維護上面是相當的麻煩 那會貼五六個 就像以前就是你要找不同的 分行的提款機一樣 是因為還沒有一個 公共的標準的出現 但是這裡的公共標準 它只是這個 跨航清算的一個Protocol 但是並不是說 我們國進民退 我們要推一個自己的 這種支付方式 然後讓連職業者 統統都out of business 統統都不能玩 那個只有就是 習主席那邊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這邊不是這樣 我們這邊是說 我們去看到這個使用者 在用的時候真正的痛點 就是你要找那個QR碼標準 要轉帳非常的麻煩 不能跨電池支付等等 那我們去解決 共同的interoperability 就是共同層的這個問題 但我們不會跨到應用層去 因為到了應用層去的話 那就是剛剛講到 顧其民退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會想要去把這個QR碼標準 變成像跨航轉帳一樣那麼容易 那我們會想要把電池業者都有 跨航轉帳的三角代碼 這個已經有了 這個都會做 但是我們不會變成好像 你就只能用我們這一家的掃碼器 那我們在簡訊實驗誌上 其實也是這樣 你愛用什麼掃碼器 用什麼掃碼器 但是到最後 大家每個店家 只需要去維護一份 就是1922的那個簡訊實驗誌的QR課 好 那有21位朋友們 也問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說對你們來講 台灣人民的文化認同 究竟應該要怎麼樣子定位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集體的文化認同 要怎麼定位 之前我在剛上任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的 應該是TVB吧 的一個記者 區域區記者 問我說 這個你覺得台灣的未來發展的方向 到底是往哪裡之類 那到底要怎麼在什麼 坐標上面給台灣定位之類 那我當時2016年的回答 就是說 沒有台灣的這個定位很簡單 就是不斷向上仰望行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邊是菲律賓海板塊 一邊是歐亞路板塊 所以天到晚都有低震 然後在這種低震的過程中 防震結構做得很好 所以玉山每年就長高兩公分 還是三公分 所以是這個仰望行空 在衝突當中成長上升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他就這個 就是非常感動 之類 後來好像這個原本舞劫 那段話去弄成了一個舞 但是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 這個確實是我的想法 就是 transculturalism 就是其實很難翻 跨文化 或者是我之前有 就是印翻 就是transcultural republic citizen 我翻成公民之國在化之中 所以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就是在跨文化的過程裡面 我自己本來不管是哪個文化 我在台灣這邊 我可以接觸到 二十幾種跟我本來原生文化 不同的文化 而且我可以學著 就像剛剛講到那個 第二外語一樣 從他們的角度去 重新詮釋我的文化裡面 看起來發生過的 某些重要的歷史的事件 那任何歷史事件 都是這樣子 可能二十幾個維度 非常非常立體的方式 去呈現出來 那也因為有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任何新的文化 新著名 世界上剛剛講到 那麼多的史區 你都是可以用一種非常自然的 跨文化的方式 去瞭解 那對我來講 所謂在化之中 就是在各種各樣的文化之中 用這種跨文化的感覺 那對我來講 是就是transcultural這個字的意思 那所以 你說這個文化認同 它是不是集體的呢 是不是一個collective identity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是connective identity 就是大家用 就是互相聯繫的方法 產生的某一種認同 但是這個認同 並不是排除式的認同 好像我有一個標籤 就不能有這個標籤 而是 我有過這樣子的體驗 我也願意從你的角度去重新 有另外一種體驗 所以我們到最後 就可以有一些共同的重疊的體驗 但是又不是排除式的 共同的identity 所以我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看的 好 那有25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您如何控管情緒 對我來講就是有睡狗 有睡滿八個小時就可以控管情緒 那我白天發生的任何事情 我大概都會把它當作 就是我在真正工作 就是睡覺的時候的那個語言的素材 所以這可能也是因為我在 就是蘋果跟Siri Team工作了六年的時間 那Siri剛來蘋果的時候 也就是我剛加入蘋果的工作的時候 當時他是只會講英語的 那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確保他在各種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的手上 都是native 就是他會覺得 他可以用他自己做偏好的方式跟他對話 那裡面有一些技術的部分 好比像說發音啊 腔調啊 語音合成啊等等 但是更多的是互動的就是社會的部分 那好比像說就是你漫碼Siri 入碼Siri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子用幽默來化解你的憤怒啊 然後去了解到說你這樣子嗎 後面你有什麼需求 然後趕快把你帶到什麼網站去啊 什麼之類 那這些都是當時有非常多我們劇本組啊 就是基本上都是就是文字工作者 文化工作者 甚至詩人啊等等 就是在每個文化裡面 因為這個不可能翻譯了嘛 所以按照那個文化裡面實際的需要 然後去享受 當然會用各種方式去跟Siri互動 所以我因為可能受到這樣的訓練 我當初寫的程式就是幫助他們去 因應各種不同可能的變化 所以每一次就是看到我在網路上面 回應大家的時候 我都是看起來很沉著 沒有什麼情緒的問題 那主要就是因為 對我不管怎麼樣子的人身攻擊等等 那些字我都把它看成別的材料 那所以我就會看到很欣賞 你看中文可以怎樣用 這個我也學到了 對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算這個可能是一個全新的字 看到暫時有一點情緒 那我就會很快的跟我寫程式一樣 就是放一個之前我沒聽過的音樂啊 那這個就是喝這個 之前沒有喝過的味道的飲料啊 這個很容易啊 就兩杯混合起來就可以了 對 那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創造一個新的 不管是嗅覺味覺還是聽覺的刺激 那這個時候 我那天晚上只要有水溝 那這個會引起我不舒服情緒的字 在我的長期期裡面就被 就是Reassociate 就會重新聯想到 那個很舒服的味道 或者是音樂或者什麼東西 那你下一次再用這些字 給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處置泰然 就是literally會很開心的狀況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種 比較有意識的方式 來把所謂的精神按摩 就是對方透過網路按摩到一些痛點 那就跟指壓一樣嘛 就是通常就是指壓的按摩師 不會讓你去抵抗它 而是說你就要把它鬆開啊 柔鬆就好 氣結什麼的 那是方便可以放一些什麼香粉啊 放一些這個讓人放鬆的音樂啊 等等 那精神按摩就是在概念上面 其實也是類似的事情 有海豹鳳啊 這位這個海同學 海老師問說 請問問說 有沒有遇到過回答不了的問題 事實上蠻多的啊 上一次的演講前幾天嘛 才有人問我說 下一期威力才 要開什麼數字啊 我怎麼回答 什麼這種問題 不過我這個人就是回答不出來 就會直接說不知道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那有一口炸雞 跟一口可樂 真的 而且我朋友想問說 就你理想中的另外一半是什麼 以及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 當然對我來講 就是理想中的一半 當然就必須是Homo saliens 就是現代智人 那這個如果不是人類的話 就是我是比較沒有辦法 我知道說 有些人對摩天倫是可以接受的 對摩天倫的話 我不行了 是不是 對 先不要 那 後面的這個問題 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想概念上是這樣 就是我們目前合法的只有同性婚 沒有同性婚 這個要講 講在前面 就是我們是結婚不結婚的 這樣子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 其實就是我常跟外國朋友講的社會創新 就是這個真的是在其他 特別是東亞地區 是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這樣解決的 那我們之所以會這樣解決呢 是因為我們在大法官實現 兩個空投案之後 我們的那個solution space 就是可以解決方案的存在的空間 基本上是已經是幾乎是浮的 當時是完全看不出一套解套的方法 那但是當然就是我們的行政官員 特別是那些在就是性別主義文化之後 長達十三四年的時間 他們做的每件事情都要寫性別影響評估 因此鍛鍊出性別敏感度的這一些 專業的公務委員發揮了這個 所謂文族的極致 就是把他的法案的名字叫做超連結法案 不叫超連結 但你知道他會講什麼 對 然後把那個就是關係的定義 就是把結婚的部分跟結音拆開 全部都超連結到 關於兩個人結婚的時候 他要付什麼樣子的義務 那你想要盡什麼樣子的責任 可以想要什麼樣的權利 但是裡面關於姻親的那一部分 完全當作沒有看到 然後也都不超連結過去 所以也就沒有像在民法裡面 對於姻親撫養等等 那些章節的這些義務 所以就是所謂的專法優於民法 對不對 就是說你用專法去結婚的話 這個稍微比民法結婚稍微好那麼一點點 那專法優於民法當然是前提 但是這裡面也有一個很真正的創新 就是其實我們婚姻制度 是有過在2008年一個很徹底的改變 2008年以後都是登記婚 就是兩個人朝前成人去婚姻事務所登記 才算數 那個時候結婚才算數 但在此之前很多人是用儀式婚 就是兩個家族聯姻舉辦一個公開的儀式 那時候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時候婚姻就成立 因為主要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這兩個人只是代表而已 那當這兩個家族彼此認定說 有婚姻聯姻關係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去婚姻事務所登記 那時候像是小孩出生了什麼時候 做出生登記案可以脫一陣子 反正婚姻已經發生了 但是這個概念跟2008年以後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至於大家到公投的投票所的時候 要看很久 因為很多人按照他自己對於婚姻的理解 到底是2007年前還是2008年以後 他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同樣的能指指上不同的所指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當時為什麼用結婚不結營來處理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我們就發現 這個反對監督民法的朋友 很多都是對於姻這個字 對於聯姻這個字 對於親族關係 對於會不會需要發明什麼兒婿啊 女席啊 這個族譜要怎麼排列啊 這個是不是要 也或者族譜要化成二維還是三維的呢 等等這些情況 他們都有非常多這個不舒服的意見 但是對於兩個人結婚 並且要就是確保相同的這個權利 他都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是採取這樣子結婚不結營的方法 那就好像這板塊碰撞 然後雨傘又稍微升高了一點 所以我們的結尋方案其實大概都是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不是哪邊有51%的票就稍微贏一點點 而是去看到各種不同立場當中 對於結婚的這種關係 其實是有共同的價值 我們強調價值共同的那個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27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唐鳳Vogue的照片好好看 謝謝 這位朋友問說 記得委員說會靠練習 饒舌來提升縮話的速度 請問委員能不能夠示範給我們看 饒舌怎麼樣提升縮話的速度 我已經示範了一根半小時 不夠 對 所以確實就是這樣子啦 我大部分對於這種就是 Prosity的delivery 特別是在英語啦 大概都是靠饒舌的方式來練習的喔 好的 那有26位朋友們問說 你對米莎的魷魚遊戲喔 這個AV版有沒有什麼看法喔 有什麼看法沒有看過耶 那請問台灣的色情產業喔 是不是有希望發展喔 當然就是你要看跟哪裡比嘛 對不對 如果是跟就是西柱形那邊比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的發展的空間是比較大的啦 因為那邊完全就是 不管是這個剛剛講到LGBT的部分完全非法化 那事實上就是連就是異性戀的部分 那邊也快要就是完全沒有發展這些產業的空間喔 所以完全是看你跟哪裡比 你如果是就是比就是非常這樣自由開放的地方 那可能會覺得說我們這邊還是就是有些social norm 那如果是比西柱形那邊的話是還蠻有希望的 所以我是覺得純粹的看你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想要做到哪一個方向去然後才能夠去決定說 你在台灣還是去什麼別的地方發展喔 是很適合發展這個產業的喔 那有二四位朋友問說 請問您對台灣部分的藝人喔 所謂滑跪中國 欸這個是新的詞耶 這個感謝中文原來可以這樣用 趕快查一下 哈哈哈哈 滑跪膝蓋不疼嗎 喔 非速認輸道歉喔 喔 了解 OK 就是說 不是只是跪 而且要跪得比別人快的意思 好 了解 好 那好像滑淚的樣子 OK 好 那現在部分的藝人滑跪中國 部分的國家喔 想盡辦法避免所謂滑喔 有沒有什麼看法喔 就是以前可能還有就是 他可以想辦法避免滑喔 那這個朋友用到想盡辦法的這個符詞喔 那意思就是說快要沒有辦法 就是說 當你做某些題目的時候 你就是遲早就會滑 那就是這個辦法已經去到盡頭了 那我講的不是只是說拍玻璃心的那種東西而已 而是說就是在 就算是在他們自己的那邊 在2012到2014 完全正常的一些言論 或者一些創作 或者一些網路上面的討論環境 那在就是最近 主要是這兩年了 那也就變成完全沒有了嘛 所以本來就是在國際上面很多朋友 還就是維持著一套就是各方都不得分的 這樣子一種講法 但是這種講法的空間就是 我覺得已經非常非常接近零了 可能快要變成福的 就是就算你想要討好 那到最後也會變成辱化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其實沒有辦法的 我這個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上還是就是 他們的那個玻璃心要強化對不對 就是只要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 就是從什麼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 那這個強起來 如果是真的強起來 就是真的強化玻璃的話 那其實到最後也就不會那麼容易 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 應該是有站起來有膚淺 但是還沒有真的強起來 那才會真的一直都有這種玻璃心 然後動不動就是被踩到痛腳 然後戰狼就會就是出來 一直是稍微還量身的那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大部分的國家 那像最近來的歐盟議員 或我之前接觸過的一些國外的朋友 他們都了解到這件事情 那也就因此不會特別把對台灣的關係 看成是放在辱化不辱化的那條線上面來處理 就像來的那個歐盟議員說的 就是他們是覺得 台灣是一個民主制度的一個寶庫 一座金礦 但他來是Pro Taiwan 他來並不是為了特別為了入華而來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慢慢開始了解到 這兩件事情一定要分開看 因為你如果不分開看的話 那這個想盡辦法大概就已經沒有辦法了 希望要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的 那有一位鋼彈掉單槓的這位朋友 問說 現在請問為什麼在華裔的環境成長 思考卻是用英文來思考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就是我在學程式設計的時候 那我們大部分的 剛剛講的這些初想成的概念 大概都是英語的概念 所以就會變成我在工作的情境的時候 我因為是想要那個Design Integrity 就是確保說我想到的這一套結構 可以傳播出去的時候 盡可能不要失真 就是因為我們是在 國際的環境裡面工作 我以前在西國的時候 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開發 我們的評管 我們的PM等等 都在不同的市區 所以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不管做什麼叫Self Documenting 就是我已經睡著的情況下 有人看到的時候 他盡量不會回作意 那這個就跟我們 就是華裔的這個多異性文學性 詩意等等 是完全不同的這個用法 那當然並沒有好壞之分 完全是看你在做什麼工作 但是因為我們是做的工程工作 跟設計工作 所以基本上當時是所有的這些想法 通通都是用數學語言 那數學語言再翻成英語 那從英語再翻成什麼其他的語言 所以現在我就養成一種 就是只要是在向公共政策 或者是我的工作的題目 那我大概在腦裡面的結構也是相同的 就會是一個數學結構 大部分是泛舟倫等等裡面的結構 那那個結構 因為我當初學這些的時候 是用英文去學的 所以我一翻回來 大概都是英文的字 然後我再找到 在這個當下的經驗裡面 用中文怎麼樣子傳遞 會比較好 所以它就會有一種 好像我腦裡有一個 換衝去的這種感覺 就是問完一個問題之後 我在腦裡整段 好像Google Transler一樣 就是翻成了中文之後 好像看著面前的這個 浮在空中的中文字 把它唸出來一樣 就好像一台音表記一樣 那是因為說我是就是整個概念的去翻成中文 而不是說因為在腦裡面用話語去想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工程訓練的關係吧 好的 那有二十二位朋友們 這個想要附和唐鳳本人的這位朋友 問說可不可以叫我唐老大 你當然可以叫我唐老大 我會不會硬是另外一回事 有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發展一個 對於自己本科無關的領域知識 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方式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要解決一個 你在生活上面 或在你本科的研究工作裡面 實際上面碰到的問題 那只要是解決具體的問題 你要掌握任何知識的時候 你就會掌握跟你那個當下情境有關的部分 那樣子才能夠記得住 因為我們在學習的東西的時候 是把腦裡面覺得應該是這樣吧 但實際上是怎麼樣的 這個新的資訊的Delta 就是它的有差 誤差的部分 去記這個誤差 那當這個誤差太大的時候 其實學習是沒有效率的 也沒有辦法變好 所以這個情況下 最好就是說你有一個具體的 需要解決的情況 舉例來講 像我們教程式語言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叫 瑞拉·劉卡斯 她教Rails 那但是她有一陣子是專門教女性 怎麼樣做開放硬體的專案 那她就非常會她的一個實際的教案 所以她去問大家 生活上的痛點是什麼 但是跟寫成詞都完全沒有關係 那而且他們也都不是寫成詞 也都不是一共背景的朋友 那就一個年輕的媽媽說 這個她的小孩有分離焦慮 任何時候她只要出去 就算只是雜貨店 如果我抱著她一起去的話 任何人安慰她都沒有用會哭 所以她的生活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且小孩越來越重 總不可能一直抱著 所以意思就是說 她想要一點她的這個移動的自由度 那後來呢 他們的解決方案非常的簡單 因為她會帶運動手環 所以她就只覺得 剛剛好足以把她踏了幾步去那邊 跟踏了幾步回來 顯示在這個LED面板上面的 那一點點的程式 所以她不是去理論性的學程式語言 因為她只解決這一個單一的問題 那大概兩個禮拜最多 她就寫出了這套程式 寫出來之後 真的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小孩就會在那邊看數字 就是說她開始數 媽媽去五百步之外 六百步之外的地方 開始看到一人到六百 然後六百再扣回到零 那到零媽媽就會開門 就會回來 所以這個中間就變成一個叫做過渡課題 Transitional Object 就是這個LED變成了她想像中 就跟她陪著媽媽一起走路的那樣子一個環境 那真的就解決了分離教育的問題 那像學到這個程度的程式 不管你之前有沒有接觸過任何程式語言 大概兩個禮拜一定都可以學得回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真正是解決痛點 所以她節省了她 可能每天節省幾十分鐘的時間 那這樣她多出來這個時間 又可以再多花一點力氣 去掌握這個所謂的本科無關的領域指示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Virtuous Cycle 而不是變成說好像你完全無關的 你要強迫自己去記憶 那這個每天的時間又更少了 睡著又更少了 睡著更少的情況下又不容易記住等等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二三個朋友們問說這個艾亞 想要問說 究竟您是不是支持把犯人 例如像說心情啊 虐童啊 酒駕啊 什麼之類啊 個人資料是不是公布給大眾 我想主要還是公布給大眾 想要做到怎麼樣子的事情 也就是說當你想到個人資料會被公布的時候 是不是有嚇阻的作用 這個就像之前也有人在Join平台提案說 酒駕應該要鞭刑或者什麼特定的犯罪 這些犯罪應該要鞭刑 是一樣的道理 那當然就是對於大眾 也許是一件很解氣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這個科學證據都顯示說 事實上酒精所還比較有用 就是讓她在開車以前必須要先呼吸 其他的呼吸裡面是沒有酒精的 因為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她不會再去想到 不管是性命被公開 或者是變刑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尋針來治理 就是說如果有證據證明說 這樣子的Social Law 它對於惡性犯罪真的有用的話 那這個就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在救家變刑的那個案子裡面 因為同一個提案人也提了性情療療 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們當時的評估 至少教證書給我們的資料 是說他們在就是所謂的 這樣子犯罪的過程裡面 不一定就會去想到在後面的這些處置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一些就是事前及時提醒 或者像酒精所講 根本讓他們不可能去做這些犯罪的這些做法 海豹鳳也有一個問題 他跟20個朋友們想要問說 前委員是如何看待人類的神老病死 您認為人來到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 當然就是我沒有辦法幫大家說 人來到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自己的話 我一向都是覺得說 這個意義就是說 在我登出這個世界的時候 要讓世界狀況比我登入這個世界 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要來得好 那如果有達成就是有意義 那如果沒有達成就是沒有意義 就是非常容易了解 那所以每天我去就是最後去睡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一種就是 我一定要把當天要公佈的東西 一定要轉成公開 那在就是註資稿 好比像說在修訂 我們都會說有十度工作天修訂 修訂完當天要公開 那現在晚上不需要到半夜 到大概七點我就會收到這個通知 那我就會一定在睡前 都把這些收到通知的舉辦公開 那後面有個感覺就是說 那因為我不一定行得來嘛 那我如果行不來 那又沒有把我學到的東西 分享出去或是公開 或者留下紀錄的話 那這一天就有點白過了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當天就不管學到了什麼 或紀錄下了什麼 有及時的公開的話 那我不一定需要行得來嘛 因為所有關心這件事情 就可以接著這個思路 繼續想下去 繼續有所創作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我們都是這些思想 或者創新的一個載體吧 那我們每天 至少我自己每天的工作 就像剛剛講到的就是 讓它的基本傳播術可以增加 然後讓其他人更好的注意 能夠進入我 然後再傳出去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工作的這個意義 那至於說生老病死等等的話 我覺得只要跟剛剛在講的這個 就是概念的傳播等等 互相就是不要有太多負面的影響的話 那我覺得特定的載體 就是個體的生老病死 我是沒有特別在意啦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過程而已 那就好像說一天這個累了最後 總是要睡覺這樣子 但是重點還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做到說 在登出的時候 比較明確的可以知道說 那世界因為你的關係 就是比登入的時候 要有哪些地方變得比較好 好的 那有一位朋友 這個真的是當個版 這個有二十幾個朋友問說 這個 昨天這個交大資工所偷偷放榜 但是本魯警官大學拿了四個書卷 而且是本科 這個資工連招的結果 全部都是備取了 可不可以請問唐鳳委員 能不能給我打聽 到底出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好像這個認真讀書的朋友 沒有到很有用了 可不可以利用我的影響力勸勸 所謂的刷分仔 多多參加比賽 或者是至少認真做個專題嗎 另外現在資工大多都是AI的領域 AI領域這樣子OK嗎 會不會這個過度的集中 好像教育界都是什麼潮詞 火熱就改什麼領域 但是這位朋友只想做IoT IoT 2016年也很紅啊 OK 當然這個是有一個所謂的hyper curve 這個高端很有名的一個概念 就是任何一個潮詞 在炒作的那個時候 他大概都不能真的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大家是對於他解決的問題的 那個前景看好 但是大家都非常失望 已經都已經忘記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實際還在做這些的朋友 才開始能夠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想要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在意的疑慮都是 他到底解決什麼問題的這個曲線 那長得是很標準的曲線 但是我不會去關注那個 就是潮詞的那個曲線 那但是當然就是 我是覺得如果你的工作 就是目前正在覺得說要潮詞 好像就是搶走了你很多資源的話 那我具體的建議就是打不過就加入他 我都是這樣子建議的 所以好比想說你做IoT 你可以號稱你在做AIoT 對不對 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那邊可以說 唐光說這個 AI應該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性的智能 不是像這個圖靈說要通過圖靈測試 Imitation game 絕對不是這樣 是collaboration game 就是最好的這個AI 是把人跟人之間connect 就是聯繫起來 而不是說把整個人整個人去取代 整個人取代那個是 就是沒有什麼出路的一個研究方向 好那所以只有萬物聯網 你才能夠達到connective intelligence 這樣子做出來才真的是輔助式的 每個人可以在中端運算 自行客製化 而且達到一個工床狀態的IoT 而不是變成說好像全部都集中在一個非常不民主的集權式的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等等等等 好那所以你在做的題目還是一樣 對不對 但是你加了一個A的前綴 然後對那個assistive這個字做了一番陳述 那但是至少這樣子就是 你就可以取得子公所所有其他的資源 那你還是可以繼續做IoT的這個題目 那所以就是你如果無論如何還是得跟就是有在追逐抄辭的兩位大交道的話 那有這樣子一種叫bridging narrative 就是把你實際要做的價值 用對方的那個角度去重新講一次 我覺得那個還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剛剛講到那個跨文化的意義所在 因為對方正在追這個hypercurve 那他後面可能到最後也會凝結出一些真的有用的東西 他並不是完全都是把你當韭菜 中間還是有一些真有意義的東西 那你越早提出就是你具體想要達成的purpose想要解決的問題 你就越能夠在對方那個吵詞的領域裡面 去找到跟你比較近的而且真的比較就是落敵的一些研究題目 然後一起來做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不是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因為這個題目很明顯 我若不回答怕說跳過 所以我還是回答很輕 有20人想要問說 根據司法院的公開資料 從民國67年到去年 大甲鎮南宮申報的財產 都是兩億九千一百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元 這個尾數可能是很激勵 六七八連未學都一模一樣 那請問2018年 國民兩黨修財的法人法的時候 都極力的把宗教法人排除這個原因是怎麼樣 這樣子是不是就有被利用來避水的可能性 其中的水到底有多深呢 能不能煮水餃呢 我想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你說完全沒有立法 也不是完全沒有立法 至少在中央層級有註冊的這些宗教組織 它事實上是有一定的揭露義務的 但是你也可以問說 那為什麼地方曾經揭露義務 好像是它的一個零頭 這樣子問就好像問說 立法院什麼都要直播 黨團協商也要直播 全部都要公開 政治現金要公開 那為什麼很多縣議會 就是只做到一個零頭而已 那我就只能跟你說 真的是水很深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全國性的議題有全國性的關注度 那也會受到全國性的壓力 而且甚至國際的壓力 那所以當我們在編 好像看到政府行動方案的時候 那我們要跟國際的這些觀察員解釋等等 那你一看到在就是全國性的這個level 如果有哪些震撼黑箱的話 立刻就被國際發現了 其實說不定制裁等等 但是當你的這個自治體的規模越小 到了一個縣的等級 或是一個象徵式的等級的時候 那就沒有那麼多的這個外界的關注 跟外界的壓力 逼著它非得去做某件事情不可 所以我們在中央有的時候 也是一種好轉移率的一種態度 就是說當你充分揭露 讓大家看到說 這樣反而讓你的互信的程度更高 或者是說真的大家都不願意揭露 但是小部分的人揭露 像我們最近在處理那個轉蛋 大家可能有在玩手遊嗎 假設這個做轉蛋手遊的這些公司裡面 有極少數那麼一兩個 開始去願意用第三方可以集合的 所謂可驗證的亂數函數 verifiable random function 去讓第三方去做集合 確保它扭蛋的這個機率都是公平的 那即使我們暫時還沒有法律去說 所有的手遊廠商或外國外都得這樣做 但大家等於就靠消費者的力量 會去鼓勵大家更進一步的這樣做 然後慢慢的等到超過一半的朋友覺得 本來手遊就是應該揭露自己的亂數函數 對這樣的情況下那其他的好像就不得不跟上 所以我想所謂自律太律法律 並不是說一下子跳到法律這邊 自律這邊就會自動的完成 有的時候就像剛剛講到在中央層級 我們確實可以inforce到一個程度 但是更多就是要靠剛剛講到這個out outside game 就是外面的一些願意比較主動揭露 然後大家都去支持那樣子的部分 那如果沒有跟上的朋友才會願意 在這個意義上面就可以說是激起直追了 那這邊是不是就先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好我想大家跟我一樣都這個上來兩個中科非常充實的課 那我也想說每一個在這一堂課的同學呢 聽了唐委員的一席話 在未來的這個球鞋或者是指雅發展的方向 都能夠發展成自己獨特的自己 只要你有想法應該沒有什麼不可能 那唐委員我想給大家的話應該有很多激勵的作用 我們再一次給唐委員一個熱烈的掌聲好嗎 就可以講